三十而已这部都市力剧剧 最近的话题热度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欲正在热播的二十不获 很像是一个系列的姊妹剧 不同年龄的她们却都是一样的美 在第九集的剧情当中 还有两部戏客串的剧情 让很多观众们都惊喜到了 当时关小彤除了在这段客串过 还有一段神机客串 屏幕前的你都发现了吗 玩玩弹尼在剧中 算是三个女主演的主咖了 即将三十岁的她 没有男朋友没有房子 在上海已经是她飘的第七个年头了 因为自己的虚心认真的对待工作 意外签订了一个一项500万的大单子 这让玩玩弹尼获得了一场豪华游轮的旅行 这时玩弹尼鲜少都可以接触到上流社会 于是她精心打扮自己 狠心买下好看的鞋子与衣服 而在游轮上的玩弹尼 结识到了梁正贤 这个有着海王之称的梁正贤 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让王漫妮是经历了一场过山车般的爱恋 虽然说玩弹尼很现实 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每一个被生活催残到不行的女人 可以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一点都不爱钱呢 梁正贤这个剧有钱会照顾人 长得还不赖的男人 在三十岁的人生追求玩弹尼 这样的诱惑让王漫妮彻底沦陷了 但是不久之后 梁正贤就暴露了自己的品质 暴露了自己的是无分主义者的事情 那是为了能吊上这个大鱼 王漫妮决定刷新自己的底线 还是选择跟梁正贤在一起 她希望有一天可以让她回心转意 梁正贤带着王漫妮出席各种上流社会 给她生活与物质上面的一切帮助 这让王漫妮更加的离不开梁正贤 但是这梁正贤未婚妻的上门 终于还是打破了瓶颈 王漫妮在得知自己竟然是被小三之后 是气得浑身发抖 气冲冲的跟梁正贤理论 说实话 这个时候王漫妮你真的是该清醒了 当场分手也行啊 谁料这梁正贤的几番甜言蜜语 今又然王漫妮回心转意了 明明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还是选择插在其中 不了最后得拉的结果就是 这梁正贤让王漫妮做自己的第二个女朋友 对你没听错 一个香港女友一个上海女友 也不知道这梁正贤有什么脸说出这样的话 这让王漫妮终于是忍不住 决定与梁正贤断绝关系 因为自己这一生都是梁正贤给自己买的 于是便在餐厅就开始脱起了衣服 在这里关小童也是神级客串 小姐我的衣服可以借给你 请跟我来 这关小童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 三秒镜头看了三遍 不是真爱粉忍不出啊 关小童在二十不获中 也有一段脱衣服的喜马 不得不数这两个女人 真的是惨到一块去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两个女孩的 绝起之路吧